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连绒包,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不知不觉呢,10月份就又过去了 在今天这个视频当中呢,我就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10月份的安用品 现在呢,你如果在中国的话 双十一的第一波打折已经开始了 之后呢,我也会上传一个这个双十一开箱的视频 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呢 你如果还没有关注我的instagram的账号呢 就请大家关注我的instagram 也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点亮那个小铃铛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的留言板里面告诉我 你有哪些感兴趣的视频话题 好,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首先呢,第一个 我10月份非常喜欢用的一个东西呢 是跟头发有关的 就是这个 Garnier的Detangler 因为我的头发的发质呢 是属于那种比较细软的发质 比较容易打结 那么我10月份买了这个之后呢 发现头发比原来要好梳很多了 怎么用它呢 就是当你头发洗完之后 你就把它喷在你的发烧上 这样呢,你在梳头 就会变得没那么费劲 在日常的时候 你如果梳头觉得特别不好梳的话呢 不推荐大家硬梳 就很容易掉很多的头发 这个Detangler 应该在北美也比较流行吧 特别是很多小孩子 在美国呢,很多小女孩留很长的头发 有的时候头发不好梳呢 父母呢也会给她用这个Detangler 这个牌子Garnier 我用过它很多的洗发和护发的东西 个人来说呢,都还是非常喜欢的 而且呢,它在一般的 比如说CVS,Walgreens,Walmart 你都可以买到是属于比较平价的牌子 那么你如果呢 也跟我一样有容易打结困扰的话呢 就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Detangler 好,下面一个呢 我想来跟大家分享的 10月份我喜欢用的一个东西呢 它是这个The Ordinary 这个牌子的 这个呢,是它的Buffet 它是一个Multi-Technology Peptide Serum 大家可以看到 我其实已经用了挺多了的 可能用了有三分之二 还剩三分之一 最初买它呢 其实是想给我丈夫用 因为它呢,额头这里 会有一些细纹啊 所以最初开始是给它用的 它呢,平时是一个从来不涂任何护肤品的人 但是这个呢,它用下来就非常的喜欢 它说它第二天早上用完之后呢 感觉脸呢,就没有那么的紧绷 然后呢,它用过之后呢 我也开始用 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喜欢 它呢,是这种比较稀的质地 但是呢,涂上它也够滋润 首先呢,它是没有任何刺激性的味道 其次呢,我用到脸上之后 是有感觉有淡化 痘印和斑点的作用的 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痘印 用上它之后 是有感觉痘印被淡化的作用 所以我呢,会一直在用下去 而且呢,它这个牌子价格非常的平价 其实我一开始买它 除了给我的丈夫用之外呢 我是想自己来涂脖子的 但是呢,我也把它用到脸上 发现使用感确实是不错的 而且呢,你如果怀孕 或者打算怀孕的话呢 这个呢,对怀孕的人也是可以用的 我自己呢,是没有任何怀孕的打算 但是买的所有的护肤品呢 都是一些比较温和的产品 你如果想尝试一款比较平价的精华 比如说你想要用它来 针对你脸上的一些细纹啊 痘印啊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它 这个真的是不错的 有一点呢,想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用过它之后呢 不要忘记涂防晒 好,下面第三个 我10月份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呢 是一个运动背心 它的牌子呢,是Under Armor 这个运动背心呢 它是比较长款的 是这种Long Line Sports Bra 大家可以看到 它呢,是比一般的运动背心要长一些的 长到它下面的这个下摆 其实呢,我夏天穿长款运动背心穿的不多 因为我觉得有点太热了 但是呢,现在我就觉得穿它正好 我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这个粉红色 还有一个是这个很好看的蓝色 我一会儿呢,也会给大家上身来试一下 我呢,也有很多Lululemon的这个运动背心 但是呢,我非常喜欢它的原因呢 第一就是它的这个胸垫 整个胸型的设计是比较立体 比较塑形的 像我呢,也穿过很多的Lululemon的运动内衣 Lululemon的运动内衣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它会比较压胸 比如说我穿过它的Flo-White Bra Free to be Serene Energy Bra 这些呢,我个人感觉穿上之后都是比较压胸的 但是这个呢,你穿上之后 因为它本身设计的原因 会让你的胸型看起来比较立体 这个呢,是我很喜欢它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本身的材质 非常的有松紧 而且它下面虽然长出这一块来 但并不会给你很压迫的感觉 整体来说呢,是非常舒服,非常舒适的 其实你这样单看,看起来 你也可以看到它这个胸型 是有一个非常立体的这样一个感觉 这个呢,应该不算是一个Under Armour的新款的运动内衣 我如果还能找到名字的话呢 我会把名字放到下面的信息栏里面 总体来讲呢,这个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单穿也可以 然后穿到内搭 穿到里面也可以的一件运动内衣 而且我觉得它的这种塑形效果呢 是Lululemon没有的 好,下面两个我十月份非常喜欢的东西呢 是厨房用品 首先第一个呢,是这个非常小的一个切菜板 其实当时买它的时候呢,很犹豫 虽然它很便宜 因为我不想买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如果看过我那个Apartment Tour的视频的话 你就会发现我现在住的这个公寓呢 厨房非常的小 但是呢,买完之后没想到用的机会非常的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其实就是对比我手掌的一个大小 看,而且呢,我是属于那种手比较小的人 这个是非常小的一个切菜板 但是呢,没想到我用它的机会真的非常非常多 比如说可以切一个柠檬啊,葱姜蒜啊 都非常的方便,切水果呀 而且你当用完它之后,洗也非常的方便 因为它这么小,洗起来也非常的轻松 所以这个呢,我是10月份买了之后 天天都在用的一个东西 而且它非常方便 是这里有一个挂钩 你可以把它很轻松的就挂在挂钩上 这样呢,也会节约空间 所以呢,这个也是我10月份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 好,那么下面一个我10月份买到的一个厨房小电器呢 就是一个豆浆机 这个呢,你可能如果在北美的话呢 可能不太容易买到吧 因为美国人好像也不喝豆浆这种东西 但是这个呢,是一个450毫升的豆浆机 你可以去淘宝搜索一下 里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牌子 我就挑了一个平价不错 而且也比较便宜的一个豆浆机 像它呢,价格在130人民币左右 买来之后呢,基本上天天都在用 而且呢,有的时候一天会用它很多次 可以用它来做豆浆呀 做各种各样的冬日饮品 而且呢,你买了它之后 直接把食材呀豆子放进去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隔夜浸泡 大约呢,等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享受你的饮品了 我个人觉得呢,也比较健康 非常推荐它一直都在用的东西 好,这个呢就是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我10月份的爱用品 像我之前视频中提到的 之后呢,也会上传有关双十一开箱的视频 请大家敬请期待 你如果喜欢我今天视频的话 就请给我点个赞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Bye